剛剛廣告的時候 我一直在練習柯文哲 柯文哲 柯文哲 因為一個禮拜都沒有講到他 我怕會覺得 你會不會講成謝國勒 因為在做牙齒矯正嘛 所以說一定要練習養飾 柯文哲 因為一個禮拜都沒有講到他 現在終於講到了 所以我覺得我們節目 非常的可貴 有一些美國 還是日本的一些政要 可能都會收看我們這個 專門的柯文哲節目 所以字幕組會考慮 來個英文字幕 還是日文字幕之類的 我們收到了 謝謝你的 不要找我麻煩 這次覺得就是說 你要瞭解柯文哲 看我們節目就對了 那剛剛講到說柯文哲 他現在就像是日本泡沫經濟的時候 很多公園阿伯 其實最早的版本是這樣 就是日本的上班族 他在泡沫經濟的時候被裁員 所以就去公園那邊 坐在那邊純身西裝 假裝自己在工作 讓他自己的老婆小孩 沒有發現自己已經失業了這樣 那現在柯文哲 就遇到這種公園阿伯的一個狀況 但是我建議是說 就不要去大安森林公園 去二二八公園比較好 二二八公園有很多回憶 各種不同穿越時空的版本 他這個祖父過世的這個回憶 而且離總統府看得比較近 雖然沒辦法進去 你還是可以做點夢 可以看得到 而且離立法院比較近 因為他重點就是要去立法院 去趁聲量去沾光 那你知道剛剛講到說 他聲量縮水 聲量縮水剛剛惠貞姐講到說 就像是資產縮水一樣 你知道資產縮水會遇到一個狀況 銀行可能會法拍他的資產 所以他現在遇到的狀況 就是被他底下這些黨員 還有市議員要法拍 他這樣一個聲量的一個狀況 那他其實N加E 其實白話講就是說 現在他就代相投稿 你如果是開檳榔攤的 開養生館的 還是開那個什麼討債公司的 你都可以加入民眾黨去選議員 這就是N嘛 對 但是這個N其實他就是掛牌 掛民眾黨的這個牌去選 那對客觀者來講 他沒有直接的主控能力 所以他還在那邊想說 那我是不是能夠加1呢 就是說讓他自己指派一個人 直接的在N上面再多一個 那對這原本的N來講 那個場地就是我出的 那個店面是我經營的 然後我只是掛個牌 結果我在我隔壁 我要開一個你直營店的分店 就是說我開飲料店 然後我掛了這個牌之後 這飲料店下去 我隔壁還要開一間一模一樣的 那我當然就會不開心嘛 那現在柯文哲聲勢一滴之後 就會包含是說呢 就很多議員就起來造反啊 這樣子的數據會有一些意見等等 所以柯文哲下又完全改口了 然後就講說那不然就是再考慮 這件事情還沒有定案 他聲量現在要多低呢 我只去看IG 這個是他選前的時候 155萬83萬24萬 有240幾萬 130幾萬 選舉這個前一天 146萬是他數據 後來他一直往下降 9090到72萬 然後我就在那邊一直關心他 這樣的一個數據 最新一折到26萬 就什麼腰斬在腰斬 連他這個一日北高 這個單車練習這麼熱血 也只有51萬 就跟他選舉前的 這樣的一個上百萬 是非常嚴重的一個折損 所以說有些時候會覺得 以前很多年輕人 他看柯文哲就講話很直帥 很可愛幹嘛 現在發現看張雨萱就好了嘛 他學得更笑 講話更有趣 就完全搶走 他是個風采啊 所以說張雨萱剛剛講的那一段 我是非常的有感 當你那麼辛苦的 一大早出來 在拜完神之後 可能被神明懲罰 然後又跌倒 結果流量還輸給在家裡面 直播的人 這個真的是很可怕 情何以堪對不對 很情何以堪 所以柯文哲遇到這個聲量 暴跌的一個狀況 而且他現在不知道發什麼文 你說他累了 他幕僚總該有些事情做吧 幕僚幫他寫完文之後 他改一改 批一批 臉書可以發吧 2月28號發了228這個文 罵民進黨嘛 然後國民黨也都沒提到 對 沒關係 結果四隔五天之後 他才發第二篇去宣傳一下 說有一首新歌上 是這個 我們一起 做《義無反顧》那首歌 我不知道 因為我們都不知道 我們怎麼可以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義無反顧》這個歌吧 沒有關係 我怎麼可以不知道 幫他打廣告 叫什麼穩穩地走 我有放了一下 但是沒什麼印象點 中間隔了五天的時間 連臉書發文都沒辦法 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你總是有幕僚有小編 可以幫你做件事情嗎 雖然我最近臉書都很少發文 因為我也沒有小編 所以有點懶 你阿 可是政治人物啊 你有資源啊 你不應該這麼懶 當你說到你累的這個時候 其實就是表示說 你可能在政治上面的話 前途是非常的暗淡 因為你已經沒有舞台 但是為什麼他會這樣子呢 因為他沒有辦法碰關線議題 現在核心的議題 當然就是在於這個金門快艇 藍綠雙方都有很多 非常嚴肅的東方 但是對於車文哲來講 他就不想當小藍 然後中國也沒有找他 去這個中國去見宋濤 然後他又不想跟綠營站在一起 他就沒有話題了 不敢碰嘛 他民眾之聲 想要稍微碰一下 罵一下管碧琳 結果看一下342個站 這是我剛剛截圖的 可能大家看的時候 幫他按個站好了 有點可憐 幫他按到400個好了 那點進去流氧率也是非常的低 那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說他在沒有辦法 處理關鍵議題的時候 只能打擦邊球 所以就做結論 黃國昌他現在為什麼要 努力要去講說 那個什麼釣月小組之事 就是他很想討論金門這一題 大家就不敢站在籃 又不敢站在綠的立場 想了半天就說 好啦 半天就讓立法院 成立一個釣月小組 結果發現違憲嘛 世智就已經講得很清楚 說這個事情是違憲的 那就729 然後結果黃國昌在那邊凹 說什麼這個世智 只有說這個立法院不能夠釣月 沒有說不能成立一個釣月小組 那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我要登錄月球 但是我不能登月 我要成立一個登月小組 我不能駕駛 結果我要成立一個駕駛小組 我不能講話 我要成立一個名嘴小組 一個不能講話的政論節目 大家就是用表情符號 用這個方式去溝通嗎 這不可能嘛 你不能夠釣月 你釣月小組是毫無意義的 為什麼黃國昌要做這些毫無意義的訴求 因為他們升降太低要炒升量 那沒有話題可以蹭了這個時候 其實也奇怪了 這點去打 所以說柯文哲真的要去加油了 我們你也不要說是什麼 我們柯黑就是靠你吃飯 沒有你的話 我們還有很多事情可以黑了 我們大家就是互相幫忙 如果也是給你一些加油跟鼓勵 希望你可以幫助 我們這個柯黑節目 繼續穩健的這個走下去 努力的塑造一些話題 全台灣走臭臭 關係民生議題 不要再困在 苦行生 不要再困在立法院 不要再困在二八 走出台北看看世界